3 2 1 請投手 投球 應該還可以吧 至少沒有挖地球 因為很多球迷 應該是我第一次 在這麼多人的情況之下 站上去投手球吧 以前可能在大學時候 去上棒球課的時候 就是比較沒有球迷 也比較沒有這麼多 這種現場比賽的氣氛 剛剛看了就是球迷 有一點小緊張 不過還好因為運動員 多的時候稍微 就是在大場面 一定會遇到一點點緊張的情況 不過這個都還好 當然是恰哥彭正銘 我記得08北京奧運 對那個時候 我去的時候 也是有跟棒球隊一起 就是可能在飛機上 或者是在旋轉轉的時候 有稍微遇過 那個時候遇到恰哥 有聊天 我覺得它 是我們運動員學習的榜樣 好 這邊是賽季賽 賽季賽 這邊的總冠軍賽 氣勢非常好 就一路就打下來 就是都表現得非常好 所以我也很替他們高興 那時候因為晚上 我都在看電視 所以來支持他們 這樣 其實都是競技運動項目 然後其實我比較覺得 用我的方法去講的話 棒球跟自行車在台灣 都算是主流的運動 棒球是國球 啊自行車在台灣 我們是世界上 製造自行車第一名的地方 1 2 3 中信兄弟總冠軍 醫生 很厲害 你 我還是畫畫畫